怎么办呀 我以后吃不上淀粉肠了 这不是我最爱吗 是吗 哦 不就是一块鸡胸肉的事儿吗 随吃随做 一斤洗干净的鸡胸肉 切成块 丢到这个搅拌机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调味的事儿 首先它那个颜色不是比较红吗 其实就是放了红麴粉 10克盐 味精2克 汤15克 13香或者5香粉 2克 白胡椒粉1克 姜粉1克 蒜粉1克 葱粉1克 红麴粉1克 放2克 鸡汁1点点 生抽25克 直接把它泥 不要打细一点 不要打两克 然后把筋挑出来 接下来是淀粉 红薯淀粉 然后冰水 给它搅匀 倒到肉里头 这我觉得应该让它再细一点儿 搅拌机再打两次吧 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这个肉直接在里头 然后把面浆放进去就行了 都很细了事 还换两个口味吧 一半原味 一半 玉米肠 玉米肠 的玉米肠也没几个里面 澱粉刀就专属成意 这工具消毒 就是用酒精 擦洗一遍 干了之后再用 把 Switzerland 把店品仓挂到工具里 disfr 10块钱的鸡胸肉 能做这么多 海上就吃多少做多少啊 用热血煮一下 这小虎未煮40分钟 熟了之后剪开 直直淀粉肠完成 哇 太像了 撕开一个看看 天了 这谁能看出来是自己做的 一模一样 太简单了 待会等毛细放学 给它烤一个 烤肠不用油炸 咱工具是有的 但是得先调一个烤肠酱 这个材料也都有 看一下啊 我有贴水的辣椒粉 辣椒面一勺 毛鸡不喜欢吃紫蘭 给它放点 紫蘭粉 蒜儿辣酱 少晃一点 最关键的 要放点番茄酱 搞个温度 把它搅匀 再放一勺糖 煮一勺 这个料汁 就是可以秒杀一切入边摊的 淀粉肠料汁 好 我们现在烤肠 先给它穿一下 把个花刀 好像好香 你回来得正好 哇 真好 等一下 我给你刷一个料 尝一尝 还有玉米 它真香 你好幸福 一放学回来 就有考常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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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